我们说中国大陆现在房地产的状况很差 不要请教廷浩 美国也是如此 为什么房地美的经济学家说 不管美国有没有衰退 都认为说接下来 他们的房地产会陷入长期冻结 中国是真的差 但美国叫做急缩急动 也就是没有交易量 但是价格至少没有显著下跌 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一次美国的房地产抵押 大巨头房利美的经济学家 特别提到说房地产的停滞 很有可能会延续到2024年 可是它叫做停滞 而不是持续式的衰退 怎么说呢 目前美国的NBA 就是房贷申请量 由于面对到7%的贷款利率 30年起 你可以观察到 整体申请量已经突破到 1994年的低点了 现在的低点 甚至比08年的低点还来得低 说明一件事情 高利率对于房市的买气 它甚至比发生金融海啸还来得大 也就是目前美国的 愿意去买房的人比08年的时候 还要来得低 所以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 急动的状态 那更何况到目前为止 越来越多人 转向更便宜的居住选择 比如说露营车 为什么 因为租金价格实在太贵了 以洛杉矶来看的话 一个公寓的月租费 大概是2500美元 可是以美国的基本时薪 一个小时4美元来计算的话 一个月它也不到2500美元 这之前曾经有美国的经济学家 特别研究过 就是说很多人 他都很清楚 尤其是穷人 他很清楚 他必须要去租房 才能够解决当下的困境 但是很多美国的 一些part time工服务社 他每天是住哪里 汽车旅馆 为什么他选择住汽车旅馆 他不选择去租房呢 原因很简单 租房要押金 他没有这么大一笔钱拿去租房 他只好每天去租汽车旅馆 这个就是现在 我们看到底层生活 所面临的情况 OK 这个是美国的问题 就是部分地区的确过得很差 但是总体而言 它算是亮缩 那中国市场不一样 中国市场是完全进入到 房地产下行阶段 也就是到目前为止 随着恒大碧桂园的陆续爆发 目前政府能够做的 就是确保烂尾楼 变成保焦楼 房子至少盖好 那至于房价下跌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是无疾而终的 那韩国的部分 所有房价也跌幅高达两成了 不过它跌两成 并不是算是史诗级崩盘 为什么 因为前年它涨五成 一千万的房子涨到两千万 跌两成 所以它只是修正一点而已 修正到一千六百万而已 所以所有的房价 目前跌幅两成二左右 它主要还是来自于 全租房制度的崩溃 我们都很清楚 韩国的房市 在全租房制度底下 代表租客 它可以付可能整体房价的 五成到六成的金额 来换取两年的租金的减免 也就是说可能一千万的房子 我租客只要付你五百万到六百万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免费住两年 那房东获得什么 房东没有获得租金 但他获得了五百万到六百万 两年的使用权利 但是随着韩国在过去 两年的高强度利率升起 导致现在 本来很多要去租房子的人 他选择是借贷 五百万到六百万 拿来付这笔钱 现在发现借贷利率太高了 付不出来 所以房东发现 他自己扩张的格局 租客的金额也没有进来 导致资金断链 这个就是目前所有房价 大幅下跌的原因 越南也是一样 越南主要是房地产的 衍生性商品泡沫破灭 所以在整个东亚市场当中 目前房价最稳的就是台湾了 完全毫无松动 那原因也很简单 台湾最坚挺吗 第一点是 台湾不像韩国或者美国 有高强度的利率升起条件 第二点 台湾本身在过去一段时间 它利率长期维持在低位阶段 目前本身 如果没有大幅度上行空间的话 加上它的基期不像所有那么高 所有是前年涨了五成 现在跌回两成 前几年老实说了 台湾房价都是集中在 中南部部分建案 台北房价老实说 上涨力度是有限的 由于基期不高 这个时候台湾房地产 反而成为全球最坚挺的资产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的是 日本在先前房地产泡沫 结果经历了失落的30年 在现在呢 到底是不是日本已经 摆脱了通缩的问题呢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稍后来了解